我想我们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篇幅来关心这个 大家都很关注 艺人纳斗 也是这个走习剧路线 过去带给台湾民众很多很多的欢乐 很多他的粉丝 很年轻才41岁 突然之间说什么 说这个脑部出血 24号头痛 就开始到医院里面 听说经过引流手术之后进行了休息 然后到了今天五间 听说是二度出血 紧急进行了这个引流手术 到了这个恢复室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艺人 他们的健康是大家所关注的 他的情况 经纪人一直说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侯友宜 那都是侯友宜的外甥 侯友宜去探视之后 他说叫大家集气 我也请大家帮忙集气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他也是我们台湾受欢迎的喜剧演员 所以大家帮他加油一下 把他集气打气 希望他一切能够安好 我们来刷一排爱心 侯友宜这个集气之后不得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侯友宜市长的脸书 本来经纪人还是说没事 他很好 我跟纳豆妈妈联络过OK 就侯友宜他说要集气之后 大家一看到集气 集气通常是很严重才会集气 所以吓一跳 所以你看到侯友宜贴的这个 希望大家为纳豆集气 度过这次难关加油 一下子冲向了10.6万的按赞 这大概是我看过侯友宜 大概这两个月来最高的一次 而且几个小时之内 就18小时就冲到了10.6万 其他上一篇大概在11月 不过那已经很久了 你看到这么高这么高 那还调出了很多名人 在下面留言 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 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 有没有 气象达人彭启明 还有不小心被侯友宜认为 是狗狗的米可白 也在下面写 还有一言方顺吉 郭子谦 全部都来了 黄子娇 林奕华 朱立伦也来了 是不是 立委杨琼英 王彩华也来了 好多 调出好多好多的名人 那纳豆现在的最新状况 到底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则报道 总让观众笑开怀的一人纳豆 24号惊传出血性中风 紧急住院开刀 经纪人25号下午发声明证实 曝光纳豆最新状况 声明表示 1月24号早上 纳豆因头痛 跟女友一起到医院检查 发现脑压过高 并有出血症状 赶紧安排引流手术 表示纳豆手术顺利 目前正在休养中 纳豆手术前也有特别交代 希望手术能低调进行 纳豆女友依依依也转发声明 在IG限动写下 谢谢大家关心 请给纳豆一些空间休养 事实上跟纳豆感情相当好的表舅 新北市长侯友宜 看到外甥生病住院 更是难过不舍 侯友宜跟纳豆曾一起拍影片 连纳豆师大夫中毕业后 想考北义大遭全家人极力反对 只有侯友宜支持 还帮忙说服纳豆妈妈 让纳豆念台义大 但这回才41岁的纳豆 惊传中风 医师也提醒 不要以为年轻人 就不容易中风 有专家整理出年轻人物大中风前兆 包含无意间身体失去平衡 眼睛模糊 嘴歪脸斜 手脚忽然无力 以及口齿不清 只要有一个症状出现 都应该要注意赶紧就医 医师也提醒天气温差变动大 不管年纪都得注意 中风危机反应的各种警讯 别再以为这是老年人专利 记得张正美林玄台北报道 好纳豆的最新情况 我们透过这个报道提醒大家 冬天真的是这个中风的好发季节 尤其是有家族史 40岁也让最好做完整的见解 要不然的话会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会终身失能 这点提供给所有纳豆的粉丝 大家也是刷一排爱心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